大家好,我是楼盛 今天再录个视频讲一下比特币的走势推演 昨天我录个视频讲到了 看涨信号很可能是一个陷阱 至少我不会做多 那么比特币现在已经进行了快速的下跌 大幅度的下跌 那么现在的市场怎么操作 我讲一下我认为的重点 我可能会做到操作 如果你是discount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的电波链接 因为视频有效性 可能在视频发布之后 有些最新观点补充 那么最新观点会及时放在这个频道之中 非常关键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4月22号的晚上6点52分 看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第一次出现下跌信号 就进行了大幅度下跌 那么这笔下跌我是没做上 如果说你做上了恭喜你 我是没做上 因为过去的行情总体来讲是非常复杂的 非常不好操作 所以说我主要是做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信号 所以说这种第一次信号就给出了快速的大幅度的一笔到位 所以说我没做上 如果说昨天它跌下来之后 进行了一个回测 那么我就可以做上 但是它并没有给到 所以说没做 讲一下当下怎么做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 大概在这个位置就讲到了 行情总体来讲 会是一个箱体 而且在电报里面也受发 讲到了行情预期会成为一个箱体 行情进行上破失败之后 就回到这个箱体之内 那么现在已经在箱体的中部 那么在箱体中部 就是上涨下来都可能 所以现在再去做空 就不太划算了 因为我本人不太擅长做箱体 所以说呢 只要不出现非常强的信号 我是不会操作的 两类走势 我可以操作 就是说呢 下跌的一个突破点 大概呢在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熊奇反弹 回测 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熊奇都可以 然后出现了一些的信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信号呢 去做空 都是可以的 做到箱体的中下部分 这样都是没问题 但是如果不走出这样的走势 比如说快速下跌 或者说横盘 那么这样的走势呢 我都是不会去操作的 因为箱体内是非常难操作的 等待市场出现后续的信号 两个熊奇反弹 可以操作 看一下日线的均线 行情走到这个位置 日线的MA均线 MA2060120均线 那么也就是说 小周期均线 中周期均线 以及大周期均线 聚合在一个位置 后续呢开始纠缠 后续再次选择新的方向 就是说横盘之后 再次向下 或者再向上 无论它向任何方向突破 再次选择方向 它将会引出一段 持续的趋势 可能会进行三个星期 可能会一个月以上 非常非常关键 那么由于 讲过很多次了 由于总体来讲 它是一个大的单边下跌 然后非常良好的熊奇反弹 所以更大概率呢 它会下跌 上方的阻力会远大于 下方的支撑 更大概率呢会下跌 但是 如果它就走出了 小距离走势 它就往上涨了 要注意 之前的上涨 很可能是一个失败的 但是如果这个位置 再次选择上涨 很可能它就能够 引出一个趋势了 因为均线已经 非常好的聚合在一起 如果再选择方向 那么它将会 能够引出上涨趋势 均线就会形成一个 非常好的 良好的多多排列 当然下跌是一样的 一旦这里下跌 它将会形成 比之前这个位置 更加完美的空多排列 将会能够把价格 短期快速的跌至 更低的位置 那目前来讲呢 我认为 更大概率下跌 当然无论怎么看 就无论你看涨看跌 都是等待市场的走势 证明我们的想法之后的交易 而不是现在鲁莽去交易 刚才讲到了一个 短线的交易 就雄起反弹 或者是这样的 一个雄起反弹 我们是可以做空的 如果没有做出这样的反弹 走出其他走势 不参与 那么在日线上 就是等待它 震荡一段时间之后 看往哪边突破 如果是下跌的话呢 就等待它跌破前方的低点 跌破37,7400左右 那么如果它横排一段时间 我们也可以观察 38,400这个位置 就说等它确实跌了以后 我们再去追踪 这笔下跌的趋势 如果上涨 就等它确实涨起来以后 确实涨起来 它站上了MR均线 然后回踏均线又成支撑了 具体往上涨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追踪上涨的趋势 无论怎么样 我们不去预测这个走势 更大概率的是下跌 做好准备 那么如果后续选择了下跌 我们来看一下 就最近的比特币的日交易量 只看币安合约这个平台 就是币安的合约 那么日交易量 每天大概就是80亿 100亿美元 在牛市中 每天两三百亿 甚至500亿美元 那么如果后续再次进行一笔下跌 就现在的市场深度已经很低了 我们最近 就是在2月份 以及3月份 按照一小数来做交易 就是做一小数的信号 经常做到假信号 胜率不高 就我们是盈利的 但是非常艰难 不好做 后来就换成了4LK 毕竟 一根4LK相当于4根1小K 一根4LK的乘量更大 更准确 更大周期的K线更好用 4LK信号 胜率明显提升 那么过去的一个月 获利非常容易 因为我们所有的交易 至少看4LK的信号 好 如果后续再次下跌呢 如果后续再次下跌呢 可能连4LK也保持了 后续如果选的下跌 那么这么长天调整 80天的调整 90天调整 再加上均线的聚合 后续再次发散 它将会把行情快速的带到 25000 26000甚至更低 那么后续呢 行情将会是漫长的 不活跃的 没有交易量的一个状态 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可能会持续半年 做好准备 OK 那么到底涨还是跌 不去预测 等它突破以后再说 短线就是两个走势 如果没有走出 那么就等待 耐心等待这个日线的 趋势发起 将会是一笔 非常关键的趋势 那么最近 没有操作怎么办呢 就看一下我们的视频 我们视频提供了 很多方面的技术 Steven录了一个 非常全面的 借口行为 一共大概是25个视频 然后呢 我这边有我以前的理论 然后有交易的复盘 案例的解释 非常详细啊 趁现在市场 不是特别好做 好好学习 然后呢 等行情走起来 赚钱就很容易 不要等行情走起来了 然后去评论 怎么做 临时抱佛脚 来不及了 好的 今天视频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